清晨六點多 一名男子在大馬路上逃竄 圓警在旁追逐 試圖將他攔下 一旁還有藍色羽衣的熱心民眾 上前將他壓制在地 過程中男子還趁亂出拳毆打圓警 事後調查這名姿勢的外籍男子 就是他 十二號中午在凱盜當街 襲警造成兩人受傷 這名伊朗籍男子瓦西德 被警方逮捕後 送往北檢附訓 訓後吳寶請回 限制住居 沒想到十三號清晨喝了酒 竟然就在住家附近當街攔車 再度上演脫序行為 背對著我的車 手這樣 我以為舉行那個什麼宗教儀式 或什麼 給他掰一下 他不離 我也很客氣跟他講說 麻煩你離開一下 眼看他行徑怪異 又會造成自身安全 司機下車提醒 沒想到卻被毆傷 很有架式 好像練過拳擊的 都是往頭部攻擊 看到那個警察 可能只有一個人或怎麼樣 又跑回來 又打警察 路人健壯趕緊報警 援警道場處理也被打傷 六十三歲的林姓駕駛 過去曾是國中數學老師 臉部被打到紅腫 衣服被扯破 四肢也有挫傷 道場處理的四十歲 林姓援警 則是眼窩瘀傷 臉部被抓傷 兩個人決定提告傷害 但瓦西德被帶回訓問 卻只表示因為心情不好 那該名外籍人士表示說 那一次近日因為失業 找不到工作 那心情不好 才會導致喝酒 然後有脫序的情形發生 變稱因為失業心情差 十九個小時內兩度隨機傷人 還打傷三名原警 要是檢察官繼續縱虎歸山 恐怕社會大眾人人自圍 記者委嘉明 陳佳豪 A4G小組 新北市報導